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股市博樂 我是陳偉博 那今天時間來到了8月4號 台北股市今天其實只跌13點而已 但是今天的台北股市 我們來看一下下跌的股票 上市部分小跌了13點 但是跌停板的加速卻有24加 下跌的股票有626加 那重災趨勢在上櫃的部分 因為上櫃檯買賣中心的一個指數 大跌了四大點 下跌加速有584加 跌停板有36加 其實今天台北股市跌的幅度並不多 但是有非常多的股票是在下跌 還在處於一種殺融資的一個階段 事實上我的看法我的言論沒有改變 到今天為止的博物指標 大盤的部分還是向下 所以大盤的部分博物指標還是向下 就是代表還沒有漲勢的行程 但是其實來到了這個位置點 包括跌破了8500點的台北股市 我認為已經是進入所謂的 超跌的一個斷區了 我們先從今天給會員的低通訊息 來做一個說明 這是今天8月4號 早上9點11分發給全體會員的低通訊息 好 台北股市今天的開盤 從日線博物指標來看 它一樣是向下 好 那博物指標日線還是向下 沒有轉上以前 台股都是震盪或者是拉回的一個格局 各位同志朋友 很多人一直在問微博說 什麼時候台北股市才能確認 叫做真正止跌 也就是當 各位你看到我這個測標 測標到目前為止博物指標還是向下對不對 只要是向下 就代表說都還會震盪整理 就算有上漲都可能只是反彈 如果哪一天 當我這個測標博物指標改成向上的那一天 就是確認這一波它確認止跌了 但是到目前為止 包括連今天都還沒有 所以今天的博物指標它仍然是向下 沒有轉上以前台股都會震盪 或者是拉回格局 所以你會看到 今天台北股市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澡盤一度有攻擊的機會 結果失敗了 在這邊又是震盪 事實上下跌的幅度沒有很多 但是卻拖累很多股票 往下跌甚至打到跌停板 8500點以下 我們的看法 也就是說 我們仍然認為8500點以下的台北股市 屬於進入超跌段 好 各位同志朋友 這就是我要跟各位同志朋友講的 當台北股市進入超跌的時候 台股的博物指標它雖然還是向下 但是它現在是來到低檔區 我認為反而可以 折優佈局 台北股市需要等到日線轉上 才會有走波段多方的一個走勢 所以我們現在 各位同志朋友 微博不會在這個位置點 你們選擇在8500點以下放空 我不會 我會利用 拉回陸續 折優佈局 這就是我要跟各位講的了 過去一個禮拜一直連續到今天為止 微博在節目上面跟各位講 有很多股票 已經來到了所謂低檔區 不要再殺低了 這些股票 甚至有的股票到今天還在下跌 甚至跌停板 它所殺出的籌碼 叫做恐慌性的籌碼 這恐慌性的籌碼 已經讓台北股市形成超跌 所以我認為8500點 以目前現階段台北股市來講的話 它都需要形成一個反彈 只是這個反彈還沒成立 在成立之前 我認為是各位可以去折優佈局的 然後等這個行情上漲 台北股市目前為止 只要到8500點以下 我認為都是很好的機會 事實上在過去 包括連昨天也好 昨天8月3號的時候 我們也是認為 8500點以下 台股會進入所謂一個超跌段 只是目前要等到台北股市的博利指標向上 才可以確認止跌 這個我們昨天的說法就沒有改變了 為什麼微博會 在這個時候 大家都非常恐慌 非常害怕的時候 我們反而逆向操作 反過來看 各位同志朋友 不是只有一次我這樣判斷而已 各位還記不記得前一次 來到8500點是什麼時候 前一次台北股市來到8500點的時候 是10月份 去年的10月份 好各位去年10月份在這邊 我們把它回到去年10月份 去年的10月份 10月中的時候 台北股市 曾經一度從9500點跌到 也是8500點 對不對 也是跌到這個位置點 好各位同志朋友 這是當時候 我們給會員的傳真稿 台北股市到10月15號那一天的時候 還是跌112點 之前跟各位報告過了 已經從這邊跌下來了 但是事實上這個位置點 不會感覺出來台北股市 它有機會走出一波 你在這個地方一定是非常非常害怕的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 我也知道啊 那個時候的博日指標還是向下啊 對不對 同樣啊 8月15號的時候來到8655點 它還跌了112點 我們在傳真稿裡面也這樣講啊 我說台股當天的日線博日指標 還沒有確定向上啊 但是各位同志朋友 還沒確定向上之前 它都是屬於偏弱的嘛 就像今天的台北股市 為什麼今天台北股市會這樣震盪 因為還沒有向上啊 只要是還沒有向上之前都是屬於偏弱 但是一旦 展開一波像樣的反彈 等它的日線博日指標確定向上 就會有機會了 所以當時候在10月15號的時候 我們認為說 要等待機會來搶操的利潤 然後到了10月17號啊 各位 那天台北股市 也是一樣啊 殺了120點啊 10月17號是這一天啊 也就是這一波以來的最低點 大概到8500點了啦 各位 當時候你的情緒會好嗎 你會覺得說這個盤有機會漲嗎 你根本感覺不出來 而且你甚至還在殺股票 而且還有很多股票跌停板 那個時候我們跟我們的會員講說 殺越深反而機會越大 是在去年的10月17號 也就是大家都在害怕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理論 當時候在下跌的原因是因為當時候的博日指標是向下對不對 好各位 我們看當時候博日指標已經來到低檔了 它是創下當時候的兩年來的新低 所以一旦博日指標確認轉為向上 台股渴望出現強勁的反彈啊 各位各位各位朋友 那你看一下 從10月17號開始的台北股市後面是怎麼走 後來一度漲到1萬點 所以那時候我們跟客人講說 你要等的是什麼機會 等的就是博日指標向上啊 到10月21號沒有 到去年的10月22號 博日指標它確定向上了 當它確定向上的時候你會發現 台北股市走出一波反彈了 現階段台北股市它就類似像在這邊 我知道你們都很害怕 我知道你們都很擔心 我知道你們手上股票都想殺出去 但是我只能在節目裡面勸各位 你的股票如果來到博日指標低檔了 不要再殺 甚至來到超跌區 你還可以反手做佈局 或者是有的股票可以做加碼的動作 只是你沒有一個指標去做一個有效判斷 你認為呢 去年10月17號的時候位置點已經殺到了8500點 你可以感覺出來它是有機會嗎 你可以感覺出來 台股 渴望出現一波強勁的反彈嗎 10月17號去年的時候跌120點你也感覺不出來啊 同樣啊 就跟今天一樣啊 你也感覺不出來啊 有的股票還在跌 你手上的股票還在跌的時候 你會怎麼想 先賣一下再說了 所以微博的看法 並沒有因為今天 超過1000家的股票下跌 很多股票跌停板 我的看法就出現改變 那些股票會下跌 是因為他們的博樂指標都是向下 所以他們會跌是正常的 但是我卻發現有很多博樂指標 來到低檔區了 所以套老股票怎麼辦 一定要殺出去嗎 微博舉例個例子給各位聽好不好 我們從 近期也就是說7月底開始 到現在8月初 今天8月4號嘛 我們已經開始陸陸續續佈局一些股票了 先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7月28號的時候上個禮拜 2207核泰車打底形態 形態在打底對不對 博樂指標向上 請會員416左右 買進 好各位 我們核泰車買進的時候 我給各位看昨天的核泰車喔 我們買在哪裡 416 核泰車 沒錯喔 好各位 核泰車 昨天8月3號核泰車打到哪裡 最低點來到了394 收402塊 套老 對不對 因為我們買進是416嘛 到昨天位置是套老 那為什麼要開始買進股票 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今天核泰車走勢 今天收428塊 今天收428塊 重點不是今天啊 各位 微博在這個地方請我們的會員去買進核泰車 我並不是在這個地方請我們的會員去買進核泰車 那為什麼我敢買核泰車 有它的理由啊 它是一個打底形態 這個打底形態就是這樣子 這個叫打底形態 那又形成什麼 形成博樂指標向上 所以我們才會去做買進的動作 買進去了 哇結果下跌 怎麼辦 沒有關係 有博樂指標的會員去看一下核泰車的博樂指標 昨天打下去的時候它是在高檔還是在低檔 也就是因為核泰車的博樂指標在低檔 各位朋友 今天核泰車拉到428塊 我們從原本的賠錢 買進 套牢 但是今天卻賺錢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大盤到今天還在跌啊 因為現階段很多股票進度超跌 你反而可以去找出這種在打底形態的股票 當你打底形態的股票 買了短線套住沒有關係 因為博樂指標 它在下跌的時候告訴你它在低檔了 你不需要就去殺出 台北股市目前現階段就是這樣子 你看到了很多股票一路下跌一路下跌 為什麼這個地方 微博一路下跌 這邊這邊這邊都沒有買過核泰車 我一張都沒有買 我們是到這個位置點微博才請會員去買核泰車 為什麼要買核泰車 我剛剛講過了 因為它打底形態 第二個它博樂指標向上 那就算它套住了 就算買進了然後昨天套住了 各位今天還它公道啊 馬上上漲26塊上來到賺12塊錢啊 這就是我要跟各位投資朋友講的 我知道很多人在現階段買股票的過程當中 會害怕會擔心 你可以不要在這邊買股票沒有關係 我跟各位投資朋友講 因為你如果買錯股票有的股票還會跌嘛 你可以不買股票沒關係 但是微博要在這邊奉去很多投資朋友 你手上的股票一定要去檢視一下 有的人套牢了 就算了 有的人套牢的時候 就想說賣掉或者是砍出去 殺出去就算了 我跟各位講有反敗為勝的機會 什麼叫反敗為勝的機會 我跟各位講 股票的循環它永遠是 盛極而衰 匹極泰來 它永遠都是這樣的走勢的 當勝極而衰的時候就會脾氣太來 所以各位的朋友 當你們今天在害怕 當你們在殺出股票 當你們只想賣出股票 不想看股票市場的時候 微博今天也帶會員去買了一檔股票 而且是買了一檔 你們都不敢碰 不敢買的股票 這今天8月4號 2454連發科 今日爆量 各位 聯發科今天爆出大量了 我就在等今天 這一路的聯發科 從439塊一路往下跌跌跌跌 對不對 好跌到今天 只剩下274塊錢了 各位聽說 昨天聯發科還跌停板 你們看到的訊息 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是昨天的 昨天的 新聞 我又給各位看過了 昨天8月3號 聯發會法說後 多加外資調降目標價 股價昨天跌停板 你們看到是這個新聞 你們看到是這個新聞 8月3號 昨天8月3號 聯發科一架跳跌停板 對不對 收299 對不對 各位 外資 砍 聯發科 字 二字頭 昨天跌停300塊失守 為什麼 昨天收299塊 他們看壞到哪裡 我給各位看一下 他們看壞到這邊 這是昨天8月3號的 聯發科 因為它法縮 說由成長變衰退 對不對 各位 港系外資目標價 245 雅系外資目標價 225 各位同志朋友 為什麼他不在這邊看壞 更扯的是 我讓各位看 另外一則新聞 這是6月 23號 剛才我們看過 8月3號的訊息 對不對 這個8月3號的時候 聯發科 外資怎麼調漲 調降 雅系外資更下探 225元 是昨天8月3號的新聞 各位 我給各位看6月23號的 6月23號的時候 一樣喔 剛才雅系外資 下探喔 6月23號 來我們先看6月23號 聯發科是什麼時候 6月23號聯發科在 439塊 來我請問各位 6月23號的時候 就聯發科在429塊 我請問各位喔 剛才雅系外資說 要調降對不對 6月23號 這是6月23號的 新聞 各位 他怎麼講 他說要 調高目標價到 465 哇 糟糕了 你看喔 他們玩這種手法 6月23號給你說要調高 然後呢 然後呢 昨天8月3號跟你講說要下探 你有沒有發現 這有什麼陷阱所在 為什麼今天微博會去買進 聯發科 因為聯發科的博物指標 低檔到不行了 這個地方買的一個 強反彈的狀況 有機會讓你產生利潤 這是今天的聯發科 聯發科今天爆出的量爆出了27220張 各位 這是近期的最大量 那我請問各位的朋友喔 他在低檔爆量 從400多塊已經跌到274塊了 然後爆出了這個大量 我請問各位的朋友 那是什麼意義 股票它是這個樣子喔 2萬多張的量表示很多人砍出去 也表示很多人去買它 那這地方我請問你敢買嗎 聯發科今天 博物指標已經來到這個位置點了 現在就等博物指標向上而已 所以一旦聯發科 2454聯發科 只要他博物指標確定向上的話 各位的朋友 他就有利可圖了 他的風險性已經很小了 微博不會帶會員去買高檔 而且是最高的股票 我之前都跟會員講過 我說來到 博物指標來到高檔股票 要有風險意識 不要只是想說賺錢 你來用博物指標來看 我們在判斷的過程當中 不是只是吵嘴 用嘴巴講講而已 各位 這拉近一點 這是2454聯發科 在6月23號 最高點是不是來到439塊 當來到439塊的時候 你們在網路上 你們在新聞媒體上看到 外資怎麼講 外資說要 調高目標價到465塊 那外資說要調高目標價到465塊 當時候是435 有利可圖趕快買啊 但是從博物指標的角度跟我講 這地方是高檔還是低檔 請問一下 83是高檔還是低檔 我們的博物指標都有明顯的數字教學嘛 就是要讓各位很輕易的去判斷 什麼叫做高檔 什麼叫低檔嘛 80到90以上叫高檔嘛 然後請問各位 當時候來到了400多塊 這一段時間的聯發科 請問他是高檔低檔 那既然是高檔的話 請問各位的朋友 可不可以像外資一樣啊 調高目標價到465啊 不可以啊 現階段 聯發科 來來來我給各位看聯發科的博物指標 這是到今天8月4號的聯發科博物指標 在這邊 請問一下他是高檔還是低檔 他經過了跌停今天又跳空下跌嘛對不對 今天又跌了6%多嘛 各位 一路下跌的聯發科是因為他博物指標從高檔然後一直向下 所以這段時間微博一張聯發科都沒有帶會員買進 為什麼不能買 因為他博物指標是向下 但是來到這邊跌停板然後再向下的一個博物指標 我請問各位 來到了高檔還是低檔 請問你佈局的風險是高還是低 但是你們看到的新聞是這個樣子 你們看到的新聞 是跟你講說 多加外資調降聯發科的一個 狀況 而且他跟你講說聯發科要下在哪裡 下探225塊 各位 你敢買嗎 你不敢買請問今天聯發科2萬多張的成交量怎麼出來的 微博跟各位講是一個科學分析 也就是說利用這樣的一個方式讓各位很明顯知道說 你什麼時候應該要害怕什麼時候應該要積極的把握 我認為接下來 台北股市回到一開始我們給會員的訊息 今天台北股市一樣是震盪啊 今天台北股市還是震盪啊 今天的第一通訊息我們跟我們的會員講 因為博物指標今天還是向下嘛 因為博物指標向下沒有向上之前 台股都是屬於震盪跟拉回的格局啊 但是我們認為8500點以下台北股市 它屬於進度超跌段 反而可以利用 折優來佈局啊 所以我們已經佈局的股票 開始發動的就是 2207的荷台車 對不對 陸陸續續 我還會 把一些有機會的股票 請我們會員來做一個佈局動作 你的風險可以做有效降低 那我認為 這個地方 不要再去殺低股票 就算你不敢買股票 你都不要殺低股票 就算要賣股票 你也應該等未來反彈 再來賣出你的股票 把你的損失降到最低 如果各位不知道怎麼操作 微博很樂意來幫助各位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其他個股 謝謝 2987 1111 陳通投顧陳老師 股市操盤系統 全市場唯一 由老師親自教學的軟體 是全市場唯一 简单又有用的指标 只要您拥有保证交道会 支付专线02-2752-5868 2752-5868 成东同步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着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外境一定代出 精准分析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让您成为股市中的长盛军 成东同步 只能托付2752-5868 法式品味 风格随我 加一箱活菌猪肉 全程活菌饲养 自然提升猪肢免疫力 绝无药物残留 活菌猪生产 自动化电载 低温分切 低温运送 一贯作业流程 是从牧场到餐桌 都安心 且外销日本的活菌猪肉 加一箱活菌猪 肥瘦都好吃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刚才花了很多时间在讲观念 我目的就是希望各位 不要把股票杀在这个时候 应该也要卖 就算要卖也要利用反弹卖 所以苦苦薄薄希望各位可以了解 那什么样的股票还会再跌 只有一种状况 叫做博瑞指标向下股票 那这个地方博瑞指标向下股票 一堆 真的是一堆 但是有的股票已经来到低档区了 我们剩下三分钟 我让各位看几档 我们能讲几档就讲几档 不要再去做杀低了 那怎么样才可以不要再去杀低 你必须要一个明确的依据 必须要有明确依据 那再来 我们来看一些股票好了 把速度加快一点 因为我们时间不到三分钟 这是6243的迅捷 我是针对最近有很多人在问的 迅捷今天打到跌行板了 各位要卖吗 如果套牢怎么办 有没有机会 我们看一下迅捷的博瑞指标 迅捷的博瑞指标现在是来到哪里 从迅捷博瑞指标来看的话 各位已经来到了低档区了 也就是说 真正应该要卖的点位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它是博瑞指标确定向下 应该要卖是在这边卖掉 卖掉之后 因为它博瑞指标向下一路跌 对不对 跌到这边不要再卖了啦 为什么 之前前一次博瑞指标 这边也是低档向上啊 那这边低档向上 它至少有一波反弹 你就算卖也要卖在反弹 懂意思吗 所以很多股票 目前是现阶段这个状况 不要再去做杀低的动作 不然的话 可能会杀在最低点 什么时候 当它博瑞指标确定向上那一天才是止跌 还没止跌之前也不要买 等确定向上那一天 再来 这是2444有望 2444有望为什么也下跌 因为有望不热指标也向下啊 所以它下跌这个没有问题 重点来了 今天的动能线来到哪里 20 20是低档区吗 20它不是低档区 所以像这两股票来到这边的话 它就还有下跌的可能性 各位这样懂意思吗 很多股票都是这样子 我们再来看 这是6269的台郡 今天也打到跌停 为什么它会跌停 因为它不热指标也是向下 所以它是跌的嘛 但是跌到这边的话 是高档还是低档 我们从不热指标数字来看 各位 来到13了 哇 那代表什么 代表它下跌空间已经有限了 所以 如果是再杀低的话 它未来就算要卖也要卖再反弹 再来 这是2439美率 美率今天也是下跌 今天其实都是下跌很多股票 那为什么它会下跌 因为它不热指标向下 但是这个地方要不要卖了 各位它也是低档了 不要卖 为什么 因为你一旦卖了之后 你会发现它低档一旦向上 它会出现一个反弹 所以就算未来要卖 也要出现反弹 各位这样懂意思吗 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 比较多人问的 来 各位这是8039台虹 也是往向打 为什么它会跌 因为它不热指标也是向下 对不对 所以它会跌 懂我意思吗 像这样股票 股票一定都要等到不热指标 向上才有机会往上涨 再来 这是3519绿能 今天也是往下跌 今天其实都很多跌的 那像这样往下跌的股票 它来到低档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 绿能的不热指标 23 绿能到今天8月4号为止的 不热指标 还没有到低档区 所以像这样的股票 你就必须要小心谨慎一点 我想 我们的时间有限 没有办法说看非常非常多股票 不然的话 我随时在节目时间够的话 讲一两百档都没关系 我们博日指标可以看所有股票 包括期货指数 包括国外的全部都可以看 它可以帮助你来做一个有效判断 股市操作 我再次强调一定要有依据 有时候有依据都会遇到停损 但是没有依据的时候 会让你更惨 所以各位的朋友 操作上一定要修正过来 希望未来大家都可以赚钱 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顺利 请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全市场唯一 由老师亲自教学的软体 是全市场唯一 简单又勇用的指标 只要您拥有保证交道会 致富专线02-2752-5868 2752-5868 全东保护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做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精神分析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让您成为股市中的常胜军 陈通投顾 只能托付2752-5868 陈通投顾 陈老师股市操盘系统 全市场唯一 由老师亲自教学的软体 是全市场唯一 简单又有用的指标 只要您拥有保证交道会 致富专线02-2752-5868 2752-5868 三亿雕刻 款式多元 材料实在 顶级红豆山 质地坚硬 存放酒 标材净宝 宽木具宝瓶 金砖 三亿雕刻 2791-3388 党内湖方林 驻南港隔壁 房价更惊喜 河畔景观第一排